政府再公布四個簡約公屋選址 其中這幅位於啟德勢運動的土地 面積5.7公頃 將提供10,078個單位 落城口的大廈樓高16至18層 底座會有不同配套 而由這裡走去港鐵啟德站 需要大約10分鐘 其餘三個新選址分別是牛頭角、柴灣和小南 即是新公布的四個選址中有三個位於市區 連同早前公布四幅位於新界的用地 8個選址將提供大約3萬個單位 簡約公屋的造價近260億 比之前估算少大約8億 何永賢說在工程團隊調整裝處設計和樓底高度等 其中位於元朗由北露和上水連塘尾的用地 還會興建大約三層高的矮層建築 至於其他選址會興建十多層高的大廈 單位造價大約65萬 房屋局將先就四個選址向財委會申請149億部款 預計首階段大約2100伙 在元朗由博弩的簡約公屋最快在2024至25年落成 啟德發展區繼早前興建過度性房屋項目後 再次被政府選選來興建最大型簡約房屋項目 九龍城區議員將警分表示極度失望 說當局事前沒有諮詢議會和居民 削減原本可以作改善社區配套的用地 甚至是一次過增加 相等於現有兩條公共屋村居民總和的人口 他要求政府先回應居民 對於交通和商場配套等訴求平衡區內發展 東網記者黃明彤報導